为了推广玉石乡的观光旅游 以及优质红茶、香菇等产业 玉石乡公所结了日月坛茶文化推广协会 在乡内的游乐园区举办樱花茶会 有20个茶席来到我们的九族文化村 那我们的茶师有20位以及茶侣20位 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 所以我们今天的茶会呢 大概有50多位在这边共襄盛举 那也非常的一个开心 也得到我们公所的一个全力支持 把我们的茶产业 然后带入这个 带到我们的这个观光的场域 然后让更多人来 九族文化村的这些 现场的这些民众 可以喝到我们在地的日月坛红茶 经理也表示 樱花季期间总共举办三场 前两场都在三樱花下举办 最后一场则是在粉色系樱花下的办理 满开的模样也非常有意境 樱花季里已经推广了 有三场的这个茶会 前两场都是在这个八重樱 它那边它的花色比较红一点 那今天是在这个富士樱 它是粉红色的这个樱花林里面来进行 那也是今年的樱花季的这个压轴的 最后一场的茶会 那花矿的话 大概之前的八重樱 大概现在开始都是 开始在落映兵分了 但是我们现在的富士樱 这种粉红色 正好是在满开期 所以我们预计到月底 都还是这个富士樱 还有我们旁边的这个吉野樱 都是盛开期 因为王秋树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结合樱花季来办理这样的活动 除了能够推广地方红杂产业以外 也能够增加曝光度 我们的樱花现在都开得很漂亮 所以这一厨在我们族族文化村里面 来办理到我们樱花茶会的保分 在这么漂亮的 这么有美的樱花的桌子 来自己办到我们茶席 让大家乡亲时代 大家游客来在这里品尝 我们茶席的包分 看到这么漂亮的油美的樱花 可以让我们的樱花 族文化村 来呈现这么漂亮的优美的景点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剃头 来购买我们在地的农特产 也品尝到这么好喝的我们的王爹 主办单位也表示 樱花茶会除了能够品名以外 也能够聆听音乐以及赏音 欢迎民众明年把握机会前来体验 记者邱品逸于此采访报导